一国新政府有四挑战 意大利极右派的联盟党The League 和繁体制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 协商筹组政府已达成重大进展 两党计划13日接触协商 有望接触于两个月的政治僵局 但新政府也将面临四大挑战 联盟党党魁萨尔维尼与五星运动党党魁迪马尤 13日继续进一步讨论组阁事宜 萨尔维尼12日说 两人已针对关键议题达成重大共识 若这两个右派政党成功组成新政府 将面临四大挑战 首先是经济疲软 一国经济表现在欧元区已是倒数 预估今年经济最多仅成长1.5% 两党已计划扩张财政以刺激经济 但无意维持前朝政府的结构改革 第二项挑战是欧洲央行 ECB将结束量化宽松 QE措施 ECB的购债计划让一国得以享有低廉的借贷成本与流动性 才能孕育的经济复苏 但ECB打算今年逐渐减少购债 意味着一国新政府需应付逐渐上升的利率 第三项挑战是新政府可能被迫在一国最大钢厂 ILVA的劳资对抗中选边站 ILVA将被阿塞洛米塔尔收购 但劳方担心这项交易可能导致裁员 对治疆局可能危及交易 并导致ILVA在夏季倒闭 最后是移民问题 两党皆倾向不收留并遣返移民 与欧盟态度相左 若新政府遇上南民潮 又未能在庇护问题与欧盟达成较妥善的协议 投机各月的政局势必相当紧张